大家好 欢迎来到陕西美丛娘 今天给咱做一个陕西同传 非常有名的 也是非常传统的美食 宜君耳朵套 这个呢 是桥梅面和白面的 先把桥面放到这儿 放盐 四位得让这个面更紧的 这个桥面呢 要用全部的开水把它烫 一定是刚开的水 开水不是你的七十度八十度 不要让所有的面都被烫到 这个面又不能太稀 是有一定的硬度的 所以你在一开始烫面的时候 注意就先使劲搅 因为太烫了 你受进不去 但是你的筷子可以 就先面杂杂子 面栩栩子 都给弄进去 就是所有的面都要被烫到 桥面 我跟你说一定要用烫 烫了以后它才会筋到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瞎瘦了 好了 这个桥面的补准就完成了 下来就夹 白面往进夹 先不要放水 先用你原来的这个烫面的 这个把擀面往进刺 咱这个桥面和白面的比例是一比一 OK 到最后你看这个还有干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再往进夹水 就把这个面给它活 活到一起就行了 桥面也和白面是一样的 全瓶要杏面的 咱把这个面活好以后 起码要先饧上半个钟头 第一次不需要揉广 揉到一块就行 活得一次把盆子上的擀面都给斩了 这样的时候呢 就把它饧 我就把它放到盆子上 反过来饧 看一下这面 饧了30分钟了 再揉一下 这一次呢 就一定要把它揉广 然后把它分成两个小劲 下面就跟搓饺子一样 把它搓成这样 然后再粉几次 比饺子劲稍微大点 就搓成这样 捏一下 看 就这样 来 大家看这咋做呢 看 大拇指往下 看 这个指头往上 往下 往上 往下 往上 看 看没 看见没 这是一个慢慢练的活 OK 行了 一个做好 你看 整个在我手上套着 做好以后就是这样的 看 这边是这样的 立头是这样的 感觉是不是像一个耳朵套一样 给它套上 给它套上 看没 就这样的 妹吧 这就是咱的耳朵套 夏天都到这儿去度避暑呢 所以这名字叫仪卷 看 咱这一安子里 耳朵套就做好了 你发现 其实有的很多很不一样 就跟一般如果你不是professional 干这事的 你很难两个做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我告诉你哪种是好的 这种就是特别好的 做的是最漂亮的 生下的呢 有的时候搓不好呢 它就会不太均匀 但是没有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 第一 能粘起来 第二 不能烂 就这褶儿这个地方是不可以烂的 好 这个就好了 这好了呢也可以立刻吃 也可以把它冻起来 就跟冻轿子一样 吃了一手摘虾 咱今天呢准备把它煮了 耳朵套呢要一个一个下 睡一定要开 一腕一腕虾 或者一盘一盘虾 再下 我这呢一次没有多下 我下了20个 看开过以后 就点凉水 盖上干继续让它煮 耳朵 捞出来了 油泼的 这个辣子呢 我是 细辣椒 粗辣椒 完了以后再加点花椒粪 盐根据自己的口味 从会儿放上去 那一盘虾 加出来一个 嗯 想看 你看 我跟你讲 好 这个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好 就没有生面了 你看 非常的筋道 微道 那一盘 嗯 我真的认为 作为咱善喜人的 你应该撕毁一下 我通过做这些东西 我真的一次比一次相信 意大利人绝对给咱学的 咋做pasta 你看我这又弄了一锅 这个是臭饼 煤得很 就西红柿鸡蛋 我就不告诉你西红柿鸡蛋怎么炒了 就一定要等那个茄汁出来以后 不过因为这是巧美面的 它又有一点巧美面的苦涩味 那如果你炒出来呢 就特别香 好 就这样 你看这一锅 煤得 煤吧 哎 这 意大利的pasta 是不是就这样 你 你 你如果愿意 我是没有放那个西红柿酱 你要想给它放西红柿酱也可以 非常的好吃 香烫 味道好烫 完全是pasta的感觉 跟男的油泼的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家里老人孩子 想吃软一点的 就做成这样的 煤一口 再来一口 想看 你看这面虽然厚 全是熟了 它没有生面 味道好烫 所以下次 谁再跟俺说 pasta 意大利人发明 那个又不同意间 你 没看